您好 欢迎收看中央社全球视野 我是张亚婷 2014年台湾在国际体育赛事表现亮眼 中华队在仁川亚运拿下10面金牌 18面银牌和23面铜牌超越历年成绩 21U世界杯棒球赛 台湾小将击败宿敌日本和南韩把冠军留在家乡 而向立美国职棒MLB巴尔迪摩金队的陈伟英更擦亮台湾之光 他在季赛豪夺16胜 写下个人在MLB生涯单季新高 也成为台湾第一位登上美联冠军赛的先发球员 回顾2014年台湾体坛 首先取消仁川亚运的经典时刻 举重双书许淑和林紫棋 不仅分别为中华队在女子53公斤 63公斤量级夺金 更双双打破世界纪录 这一年教练也给我很多不同的观念 他希望我成为台湾的秘密武器 那我们都是很压制地在做训练 其实这一场比赛已经准备了一年多了 至于在女王舞台 网球艺姐谢淑为 辖着六月发王女霜丰厚的气势 衙运赛西手名将詹永然 打破外界余亮情节一律 一路过关斩将 金牌战迎战中国大陆 谢詹佩再度展现绝佳默契 以总点数2比1夺胜丰厚 也为中华女王队摘下 睽違八年的女王团体金牌 当然很开心 因为作为这次的团体赛的第五种子 能在最后拿到金牌 最后击败超强的中国队 不让网球女将专美于前 堪称自由车天后的肖美玉 尽管赛前就透露 将以家庭为重 考虑急流勇退 本届亚运仍不负众望 豪夺一金三桶 战力百分百 荣登本届亚运中华队 多拍数最多的选手 漂亮的陈吉丹 也算是为她个人16年的自由车生涯 画下完美句点 我跟自己讲说 其实有多拍就好 其实当下骑完那刹那 骑完了 然后就很高兴 因为结束了 跆拳道的部分 小将黄玉仁虽年仅17岁 与各国好手对战 却丝毫不畏惧 在54公斤量级 一度踢进冠军赛 尽管最终遭遇世界排名第一的 南韩猛将金泰勋 习败以银牌作收 但他不改积极乐观态度 并表示愿将银牌荣耀 献给总是守护陪伴他的双亲 我只想的是 关关难过关关过 就不要一直去想着 这个是谁动作很强 什么动作很好 然后就一场一场拼下去 亚运没能赢的韩国 21U世界棒球赛终于圆梦 迎战21U棒弹盛势 中华小将们严正以待 预赛就痛极南韩 让抗韩英雄郭俊玲 王伯荣激动地流下男儿泪 冠军战对上速敌日本 投手郭俊玲再斩雄风 七局好投无十分 打线也强势串联火力之源 最终以9比0大胜日本夺冠 也让咱们的国球再度扬名国际 那很爽啊 对啊 刚才一开始就是目标就是冠军了 那也可以达到这个目标 感谢我们这些狠将啊 对 效力美国职棒巴尔地摩精英队的 台湾左头陈伟英同样为国争光 今年是他旅美第三年表现非常亮眼 总计先发31场豪夺16胜 缔造他生涯单季新高记录 成为台湾第一位登上美联冠军赛的球员 巴尔地摩精英队更宣布 2015年球季以新台币1.44亿的天价 留住英仔 最后带您关心NBA球员林书豪的表现 今年夏天他被火箭队交易到胡仁队 但胡仁开机以来战绩不佳 12月7号胡仁出战纽奥梁提湖 林书豪被拉出先发名单 降为替补后卫 他难掩失落 胡仁总教头史考特表示 会观察10到15场比赛 再次情况调整阵容 中央社综合报道 中央社统签部 аз备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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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乐